1995年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在法國舉辦了海外第一期法輪功學習班 自此 法輪大法正式開始在海外洪傳 今天 法輪大法早已在法國、歐洲 乃至全世界深深扎根 有上億人身心受益 1995年3月12號 法國巴黎的天空突然放晴 陽光普照 下午2點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在中國駐法大使館文化處舉辦了一場七宮報告會 當時的駐法大使與其他100多人有幸聆聽 少年時移民法國的唐漢龍先生 負責接送李洪志先生傳法講課 時隔27年 當時在機場第一次見到李洪志先生的情景 仍然記憶猶新 95年3月份去接機的那天 然後給我一個印象特別深刻 就是當時我看到師父從機場裡面出來的時候 我就自言而言地給自己在說說 哇 佛像 佛像 我的意思就很像佛 我不知道幹嘛就直接這麼說出來了 接下來的3月13號到19號 連續七個晚上 李洪志先生在巴黎12區多梅尼爾大街的一家武術館內 舉辦了在海外的第一期法輪功學習班 據學員回憶 當時巴黎剛剛經過陰冷的冬天 春寒廖 在舉辦學習班期間 天氣突然變得陽光明媚 溫暖如春 學員陳女士回憶 學習班的最後一天 一對母女匆匆趕到 其中母親曾被汽車撞 主著拐杖 李洪志先生對他說 你不需要拐杖了 放掉拐杖 結果那位母親扔下拐杖後 真的就能大步走了 唐漢龍親戚記得 當時自己陪李洪志先生 去了共和國廣場後面的一家商店 期間來了一名婦女 她得了怪病 腰部特別難受 很痛苦 八年間 她嘗試了針灸 中醫 西醫等各種方法 就是治不好 我就看師父很快地就 手輕輕地在她的好腦時一拍 中間一拍 然後就遠距離 從頭上面 從她的背後 卡一直拉 就這樣用力地拉一下 在割空大概15公分吧 結果我就直接看到那個女的張人 一驚 就開始言慮出來了 她就覺得很驚奇 因為她一下子覺得自己舒服了 還有一件神奇事 也讓唐漢龍印象深刻 她的舅媽眼睛浮腫 已經睜不開 陰天都得戴著墨鏡 希望李洪志先生救治 我們看見她兩個眼睛就開始往下流 我們看見的就是可以說是眼淚吧 然後她的眼睛就漫漫漫地消腫了 因為神奇的驅病健身效果 和對道德水準的有力提升 法輪功自1992年在中國大陸傳出後 就人傳人地迅速傳播開來 目前全法國已經有超過50個練功點 學員遍及各個社會領域 陸陸續有好多人來學 陸陸續續的有好多人在家裡練的都有 因為我們最後幾年都有的時候 到市場的接到一些電話 我們都知道她是沒有跟我們聯繫 但是他們都在家裡 一般有好多也都是法國人 當然我也知道也陸續續有好多學員 也從法國德法來到國外去 1999年 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陸 遭到中共的無端迫害 失去了公開練功的環境 但是在海外 包括法國 更多的成千上萬的人 依然陸續走入法輪功 身心受益 體驗到了修煉真 善 忍的美好 多年來 法輪功在法國和整個歐洲 早已深深扎下根 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和讚譽 就在呼酒前 法國大巴黎地區阿溫市市長 瑪莉·夏洛特努奧 致信法國法輪大法佛學會 感謝法輪功學員20多年來 給當地帶來了平和與善良 臨時採訪 我的臨時採訪